我的天哪 真的是南京的朋友太热情了 说酒店的早餐有什么好吃的 他说我们给你送早餐来 然后给我们送过来了 我的天哪 然后说我们是住在什么叫夏关 这个地方离市区还挺远的 他们一个早上给我们送早餐来了 我刚刚去拿上来 我的天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 紫菜包饭吗 紫菜包饭好像是 这个是啥 这个是豆腐脑 那肯定是比酒店的好吃 你说对不对 这个可以 酒店的菜一边都不好吃 你打开看看 黑糯米 真的是黑糯米 油条 发财了 我以为外面是包着紫菜 这个是什么芝麻 那个的 这个是波麻球的 这个你肯定喜欢 哇 这个 好了好了好了 真的发财了 吃完早饭 现在我朋友又在门口等我了 南京的朋友真热情 我确实说南京朋友真热情 但是南京的天是真的冷 哇真的是 今天说是突然降温了 降温了 我穿了很多很多衣服 很久没有这样 我穿着这个衣服我就感觉像个熊一样 哈喽哈喽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哇 我把所有的衣服都套上了 你们也换衣服了是吧 我换衣服了 零下4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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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天哪 真的人死 来上车吧 妈妈先上好了 妈妈先上好了 对 当心头啊 很矫健嘛 伸手 一下就穿上去了 来你坐前面 好我们出发 今天我们要去那个那个博物博物博物馆 博物馆还是博物院 博物院 博物院是吧 姐你们赶紧看一下手机里面的群 里面有个二位嘛 好 然后赶紧预约一下 好 还剩8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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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给我们带到拐来拐去的一个小区里面啊 小区里面的一个餐厅 都市里的乡村拐进来像个居民楼一样的 就在居民楼楼下 你看上面都是居民楼 居民楼里面 这里是个小区是吗 是是是 是个小区 旁边就是我们那里面的马祝星 马祝星是干嘛的 这是个清真寺是吧 马祝星 我觉得像个清真寺 是清真寺吗 是清真寺吗 是个清真寺 是个清真寺 是个餐厅 是个饭店 是个饭店 我以为是个清真寺 是这样子 谢谢 好 我们就这里 哦 还有小包包呢 老南京的这一个鸡汤 是不是这家店的特色就是这个鸡汤 对 你这是春笋 就是藏语 二百二百二百 哦 花扇 这个叫春笋 春笋 因为这个鸡汤是春笋到了嘛 春笋 春笋 对 因为我带了一天说春笋 还是有点春菜的 那么像这个春笋 如果说是到了 没有春笋的鸡汤 用黄山烧什么呢 冬笋 冬笋 冬笋也能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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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来说 印鸡走菜比较多 印鸡菜 就是什么 什么鸡汤上什么 什么鸡汤上什么 对 这碗鸡汤烧得很好 很好的是吧 这碗鸡汤 我以后也放那么咸 我们家多多鸡汤 来试一下 二十多年的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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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了 人家是专业的 是吧 这是专业的 鸡的品种 哦 鸡的品种 哇 好鲜啊 这么鲜 没有品种 没有鸡精味精 没有鸡精味精 肯定没有鸡精味精 就纯粹的鸡的鸡味 所以要吃就是地道的 真的要吃就是地道的 这个可以 这个太好了 那这个汤好喝的 鸡肉都不要吃了 就是觉得汤好喝 就觉得它有味道 卢蒿 这个叫卢蒿啊 对 哇 鸭舌头 哇 那个天 鸭舌头 这叫做青蛙跟鸭舌 哦 里面还有青蛙呢 对 青蛙 鸭舌 南京离不开鸭 卢蒿现在试试看 味道很特别的是吧 哦 大姐来了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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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点苦味的 就是喜欢吃的人 特别喜欢吃 对 没吃过这个味道 没吃过这个味道 其实就跟那个啦 云南的哲耳根也是 哦 不是 都是不一样 就是说哲耳根也是 爱吃的人很爱吃 今天穿得漂亮 嗯 弹豆油炸的啊 对 好吃 好 就是这种地道菜是最好吃的 对 弹豆很脆 对 弹豆很脆 哪个 这是香榛头炒螺丝 哦 香榛好 螺丝肉 香榛炒螺丝肉 通常往里面的观点就是 香榛炒鸡蛋烤鸡菜 对对对 但是我们是香榛炒螺丝肉 那你这个螺丝肉 你是生的时候弄出来的 还是煮熟了弄出来的 生的 生的时候就把它挑出来了 是吧 哇 那你先选高费嘛 讲究啊 这个螺丝肉 真的 是叫天与地的结合 香村 哦 天与地的结合 香村人在天上嘛 都是在水里面 天与地的结合 天与地的结合 所以说高手在民间是吧 好手都是都藏在这种苍蝇馆子里 对 这是啥呀又是 这道菜叫我们主菜馆的核糖玉丝 就田螺烧 田螺烧甲鱼 哦 核糖玉丝 哦 这就是个甲鱼 这么大的田螺 田螺里面是脆肉 脆肉的 是吗 你可以看一下 哇 真的耶 里面是个大肉圆子 肉和螺丝 螺丝肉搅在一块 就相当于把肉线弄出来 把螺丝肉线弄出来 然后再混进去 是吧 发了财了今天 发大财了 今天正好下雨 姐姐 姐姐你们那个 哎呀 喝汁汤啊 可以可以可以 像这种笋放着和那个黄鳝一起 从来没有这种吃法吃过 包括乡村和那个螺丝也放在一起 从来没有这样的吃法的是吧 鸭舌头和田鸡放在一起 我们也都没试过 真的都没见过 这两个蔬菜你都交不上名吧 对啊 蔬菜也交不上名 真的是 他记得跟昨天的不一样 是因为他里面会放鸭舌 会放鸭舌 然后我就喜欢吃鸭舌 然后这道菜就是 爱吃青蛙的人 吃青蛙我就吃鸭 我是都爱吃 真的都是没见过的 又来一个不认识的菜 藤椒肥肠 它里面是用藤椒油做的 这个肥肠 我要来尝试一下 来试试看这个 看看以后泰国能不能开一家 肥肠 哦 香 很香 这个肥肠人特别喜欢 藤椒 我都第一次听说藤椒 之前听说花椒啊什么 藤椒 对 一般的藤椒肥肠在国内还是没有的 藤椒在国内是没有的是吧 这样的做法 因为我们的菜做的 几乎 就是跟外面不一样 开了三十年了 二十几年 将近三十年了 将近三十年了已经是 一直就在这个小箱子里 一直在小店 可以 哇 真好吃 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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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外面把它冻着呗 冻在那个地方 哦 吃完了吃完了 吃完了 我们现在下面就要去那个了 去逛一下南京博物院 还说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馆 还不一样说是 我们去看博物院 他们说博物院好看 也就是었다 搞到里面 十年了 王蔡 王蔚 凿 他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